温哥华冬奥会 金牌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这是中国历史上手梅花样华冰金牌 不仅仅是国人们期待已久的金牌 更是这对夫妻职业生涯一生的愿望 能在人生中的最后一场比赛圆梦 就相当于给自己最好的退役礼物 在最后一场比赛完成了巅峰时刻 也算是完美收官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下两人的旷世之作 这里圈个有用 中国花样华冰深雪赵洪博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举行的双人自由华比赛上 一男一女组合在冰面上优雅的滑行 与播放的音乐一起舞动 而我国选手深雪 张洪博作为压轴出场 带着18年的信任与梦想 共同牵手并肩作战 在一首这小调柔版的曲子下正式开始 两人的每一个动作都踩在音乐的点子上 滑行的舞姿丝滑优雅 并且每一个神情与动作都完美地与音乐融为一体 他们仿佛就像一个共同体 两人在这个项目上配合了18年 在默契度方面无人能敌 深雪的动作轻盈优雅 赵洪博则是刚中带柔 两人的动作一直都在音乐的节拍上 他的点那叫一个稳稳当当 更不愧是18年的老搭档 为音乐而做过处理的动作也是完美地嵌入进去了 两人在冰面上的表现 两人看了如痴如醉 相互配合的动作更是完美衔接 就连高难度动作也能做到如此丝滑 以优美的舞姿瞬间征服全场 每一个动作姿态都是如此优美 完美地诠释了曲中的所有情感 就算有小细节的失误 两人便十分淡定地快速用另一个动作完美化解 这就是来自18年配合的默契度 而且深雪的每一次落地都能完美地落在音乐节拍上 而且还在节目中的一些小段落 采用了两人配合的舞蹈衔接方式 整场动作看起来生动又饱满 每分每秒都是那么的恰好 尤其是深雪在空中的翻转动作 不仅漂亮还很惊艳 观众的眼神也是紧紧跟随在两人身上 并且深深地陷入进去 仿佛置身其中 最后两人完美地完成了这首歌曲的演绎 不留遗憾地发挥出全部实力 随后教练和两人带着紧张又激动的内心 等待着最终的比赛成绩 两人的技术得分是67.51 节目内容分72.4 自由华得分139.91 最终的总成绩为216.57 温哥华冬奥会金牌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 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中国花华成功拿下奥运会手金 彻底打破了欧美46年来的垄断 现场直接刷新世界记录 两人不负众望 在冬奥会上夺得金牌 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而这一刻两人已经等待多年 更是为自己最后一场比赛 画上完美的句号